美国国卫卿希拉里·克林顿将从星期三开始对亚洲七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 中国似乎是这几个国家中的重中之重 这次亚洲之行的核心内容是在越南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与大东亚峰会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东盟会议上 中国和其邻国之间在南中国海几个岛屿上的领土纠纷成为会议的焦点话题 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的领土争端成为希拉里·克林顿亚洲之行第一站的议题 他在夏威夷与日本外务大臣钱园成司举行了会谈 希拉里·克林顿的行程在最后一分钟进行了修改 他将到海南岛与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会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明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 在希拉里·克林顿再次亚洲之行的其他几站 例如柬埔寨 马来西亚 巴布亚 新几内亚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 中国的日益崛起预计将是讨论的内容 美国官员说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建设性关系十分重要 但同时他们也安慰其他国家说 随着中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美国不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官员